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往下去说 那关于那点我们说完之后的话 咱们再来说点东西呢 回过出来来去看一下 关于这个路由的这样一点 在这个plus当中 这个路由当中呢 我们怎么去做呢 在路由当中 咱们在听定义的时候呢 已经去写了addapp.root 在通过这样方式绑中路由啊 那如果说我现在回过出来 我们把这个重新再建一个文件 我们把它建一个 再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就叫做url demo 专门去写路由的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把其他的一些 辅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全都删掉 我们只保留最核心的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去掉 然后呢 我们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一眼 比如说我就把这个地方 给你设置为debug等于处 放到这之后 如果说我想去像jungle一样 能够查看一下当前在这个flask app对象当中 究竟都已经构造了 哪些路由 以及它所推荐的 试图函数都有哪些 那我怎么去查看呢 现在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文件 那我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app这个对象里面 它是有一个参数的 那比如说是谁呢 我把它打印下 是在app当中有一个叫做url的map 这个东西 就代表的是路径的映射 map是不代表映射的意思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查看 通过urlmap可以查看 通过urlmap 然后呢可以查看整个flask中的路由信息 然后咱们来看一眼这两个东西 我现在呢回过头来 我直接把这个停掉 然后呢咱们直接去启动 刚才的这个文件 我运行起来之后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来看一眼 当前它相当于上面的东西不是我打印的 底下是我们打印的 我们来看一眼 当我去打印这个app当中的urlmap的时候 它给我提出来了 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在这里面维护的是一个map的映射的一个对象 我们只要去关注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 在这个映射对当中的话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列表啊 对吧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像张购里面的那个路由列表了 在这个列表当中 当前实际上就有两个规则呀 一个规则是我自己定义的 绑定的一个主路径的一个主线线吧 然后呢你再来看一下后面对应的 它所对应的那个十度函式的index啊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底下这个斜线static吧 斜线static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它那个默认的 专门用来去处理静态文件的那个东西啊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它所对应的十度函式呢 是static 这也是这个bounce 它自己去实现的 所以就相当于 如果我们定义了众多的路径的话 想要去查看都有哪些 可以通过app的这个ulmap方式呢 能够的查看得出来 然后你要注意 后面的这个东西 除了这个斜线 除了视图函数当中 中间的这个地方代表什么意思呢 中间的地方代表的就是说 这个视图函数 所对应的这个路径 你在前面访问的时候 究竟可以以哪些请求方式来进行访问 HGP当中的请求方式是有很多呀 你比如说 我们之前见过的get的请求方式 还有host的请求方式吧 对吧 所以究竟是以哪些请求方式 能够访问到这个路径里面来 进入到这个视图化数当中去执行呢 在这里面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括号里面就指明了 当前对应于这个请求方 这个路径的话 你能够以head 能够以option 也能够以get的请求方式来进行访问 这是关于这样点 能够去查看他的整个路径信息 然后呢 紧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眼 来去看一眼什么样东西呢 那如果说我现在去换了 换的情况下就相当于 你默认情况下 这个地方不是说 我没有去指明的时候 你看一下 他的访问方式 是不是只能是get的方式啊 对吧 那如果我想以post方式访问过来呢 如果我想使用post方式访问过来的话 那我在这里面 没有去指明的话 他只能够允许这三种请求方式 如果我想要去调整的话 怎么去调整呢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面 重新的再来去建一个对应的试图 比如说把它就造成什么样的试图呢 这个试图的话只能是以这个post 请求方式访问过来 所以呢我们把它就定要 比如说把它就叫做post only 在里面叫做post only的page post only这个页面 然后呢我把它的路由给你定为 比如说叫做app.rote 所以呢在这个路径当中 咱们为了进行演示 比如说我把它也叫做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把它也叫做post only 你要能够访问到这个网址 访问到这个网址的话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我如果把它定义完成之后 让我的程序重新启动的时候 回过出来 你看一下当前的路径当中 对于post only来说 这里面的路径停下来的 没有问题 但是你发现 它的默认的请求方式 不只能是这些啊 如果我想改的话 怎么去改呢 在这里面加参数 加什么参数呢 叫做mysers 通过mysers的话去指明 对应于这个试图函数 究竟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访问 这个参数要加在哪呢 加在road的这样的装饰器当中 这个路径的后面来 通过mysers来去指明 然后mysers当中呢 它是一个列表 你可以指明 这个路径当中 究竟可以有哪些方式 哪些方式的话 你通通放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没有一个的话 那你也要放到这个列表当中 比如说我现在就限制了 如果你只允许post方式 我就把post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post是以字不转的方式来放进这里面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再看一下 我再让我的程序重新启动一下 你这时候再来去看一眼 它所对应的post only 所允许的是不是就相当于 是出现了post了呀 对吧 所以你要知道 前面这个options跟之前的get里面 所对应的options跟hide 都是blast的自动帮你去补充上来的 我们只关注这个get跟post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我没有去传mysers的话 那默认它是不是只允许 干的什么方式啊 所以那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当我加上了mysers等于post的话 相当于限定了 你这个路径呢 只能以post方式 那我回过头来 如果我以get的方式访问呢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再去访问这个 使用浏览器访问的话 它默认是不都是get的方式访问的 对吧 所以我在这里访问的话 所以访问了一个东西 post only 那个路径 这是刚才我写的这个路径吧 post only这个路径 然后呢 我访问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 再来去看一眼 post only 我访问这个路径的时候 它告诉我什么信息啊 mysers not only not allowed吧 就代表 请求的方式是不允许的 而且我把这个点开 把调试这个调试工具打开之后 然后呢 我们再重来刷新一下 你看它作用的状态码 是不是405啊 这就是它所追应的 如果你在前段当中 访问了一个 不被支持的 这样的一个 请求方式的路径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 给你返回那样的一个 错误信息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我把它 想让get的方式也支持的话 怎么办呢 你就把get的方式也加进来 放到这个列表当中就可以了 这是通过mysers来限定 访问方式 通过mysers 限定 访问方式 好 这是关于第二年 那个限定 我们说完了 说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关于这个路由的话 还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对比的 Jungle来看 大家去想一下 你在Jungle当中 进行定义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说了 都是放到Uls 这里面的列表当中吧 那你说在列表当中 我定义路由规则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 在这里面去定义一个东西 比如说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index 比如说就叫做hello吧 叫做hello 然后呢 我可以定义一个 实陆函数 把它叫做hello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再定义一条路由规则 定义什么东西呢 我还定义一位hello 可不可以 可以吧 我再定义一位hello 比如说我让他这个hello 定义一位实陆函数谁呢 hello2 那你说我最终 在自己访问的时候 最终如果我在前段访问的路径 就是斜线hello的话 那你说最终执行的 到底是上面的实陆函数呢 还是底下的实陆函数呢 是上面的实陆函数啊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你说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 那你在flux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出现的 可能会出现的吧 那怎么去看呢 比如说就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现在呢 给你定义两个 比如说一个叫什么东西呢 先定义一个这个地方 hello 定义这个东西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直接返回 return 然后呢 hello比如说就是hello1 然后的对应的 它的路径呢 at app叫rote 对应的斜线呢 就应该表示把它叫做hello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 我再来去看一眼 对应的 我再定义第二个app 叫rote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也是叫hello 但是我定义的实陆函数呢 谁呢 hello2 放到这儿 然后呢再return 一个hello 2 这时候就相当于 我对应于两个实陆函数 使用的同一个路径吧 对吧 所以这里面也是有可能出现 这样的问题的 我们让程序重新运行一下 让程序重新运行一下 你这时候看一下 我使用的这样的装饰器 装饰到两个实陆函数的时候 绑定的相同的路径 是不是在列表里面都有啊 对吧 先是hello 然后对应的是谁呢 是上面这个hello这个实陆函数吧 然后呢对应的这个hello的路径 他所对应的实陆函数谁呢 是hello2吧 是不是hello2也有啊 所以通过装饰器当中 我装饰了两个实陆函数 绑定了同一个路径 那也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在前面访问hello的时候 到底执行到上面这个呢 还是执行到下面这个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回过头来 我从来层阵里面 重新的去刷新一下 hello 然后访问一下 你现在看一下是谁 是hello1吧 hello1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hello1啊 它跟你这个路径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在这个列表里面 从上往下几乎 所以你现在看一下 谁在上面啊 是不是这个hello 所对应的这个实图 还是在上面啊 所以应该是hello1吧 而对应的hello2的 这个实图函数 是不是在下面了 这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对应的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我们所需说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现在就相当于 我在访问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就访问 不到底下的hello2啊 对吧 难道真的访问不到了吗 不是吧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在于我们对应 一个路径来说 除了路径的名字之外 还有它的请求方式呢吧 只不过是刚才说 比较特殊啊 两个视图函数 一个hello跟一个hello2 它所对应的访问的路径 相同的 然后对应的请求方式 实际上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呀 我们没有进行过定义吧 那你说了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地方 给你改掉 我以示区分一下呢 我让这个my search 底下的这个东西 我以谁呢 比如说以底下的方式 以get的方式请访问 而上面这个东西 my search 我以这样的方式 给你限定一下 以post方式再请访问 那你说我再访问到hello的时候 它能不能出现hello2呢 可以的吧 所以我们让程序 重新启动一下 回过出来 我再来重新刷新一下hello的时候 你看一下是不是hello2了 所以你要清楚 只有什么时候 上面的先定义的 才会把下面的覆盖掉呢 只有你的路径跟请求方式 是一模一样的时候呢 上面的才会把它们下面的覆盖掉 如果你在访问的路径的时候 只要它能访问的请求方式 不一样的话 它仍然是两个独立的 对应的逻辑 这点一定要清楚 好 这点说完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再来去看一眼 还来去看什么东西呢 还来去仿转这个dungle里面 你在dungle当中在进行定义的时候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 两个不同的视图函数使用同一个路径之外 那它有没有说一个视图函数使用的两个路径呢 这个有没有去想过呀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再定一个hi 比如说hi1 然后呢 它对应的视图函数呢 比如说叫做hi 然后呢 我还可以再定一个路径 比如说谁呢 hi2 然后呢 它的路径比如说叫做hi 也是叫hi 这是可能出现的吧 在你张图当中 我定义的两条规则 然后呢 定义的是相同的 同样的一个视图函数 但是访问的路径却是不同的 这是可能出现的 那也就意味着 我访问哪个路径 都能对应到这样的视图函数 那你说这时候回回来 在flux当中 我想把它给去实现一下 应该怎么来去实现呀 比如说 我现在呢 就回回来定义一个视图函数呢 就叫做hi 然后return 比如说就是这样那个hi 配置 然后你现在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话 我怎么来去实现呢 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因为我使用一个app的 这样一个装饰器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添加了 一个对应的路径呀 那如果我想给这个视图函数 再添加一个呢 再添加一个的话 装饰器是不是可以支持层叠器使用啊 对吧 可以累积吧 所以那我再添加 我再次使用一遍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hi2 你是可以通过这样方式的 如果你想达到张购里面的特点的话 也就是说给同样一个视图的这样一个视图函数呢 添加你想添加几个对应的路径 你就给它添加使用几次装饰器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咱们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我要程序重新运行一下之后 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规则当中 hi2跟hi1是不是都添加进来的呀 对吧 对应的都是同样的一个视图函数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回过头来 我去访问hi1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访问hi2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吧 两个东西都是可以的 这是关于这样的路径的使用方式 好 这点我们也说完了 这点我们说完之后呢 咱们先来把它听一下 咱们继续往下讲 那么把这点说完之后呢 再说哪个问题呢 再来说的一个问题就相当于是说 在你的jungle当中 还有一个叫做反解析 或者叫做反推的吧 还有没有印象呢 你比如说我现在定义哪个东西呢 我比如说定义一个叫做login的 这样一个视图函数 然后呢 我在这个视图函数当中 然后比如说把它定义的app.road 这个这个road的话 比如说就做相当于 你让我访问的时候呢 就访问这个login的视图 然后到这里面 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面 可能就会模拟一些登录操作 登录完成之后 那我最终是把它引导到哪啊 我是不可以把它引导到别的页面去啊 比如说我把它给你引导到哪个地方呢 把它给你引导到这样的一个主的主页当中来的话 那怎么去做呢 引导到主页当中的话 在plus当中 跟你在jango里面是相同的道理 有一个叫做redirect的 也是叫做redirect的 它在哪呢 也是在flask当中所去存放的 所以可以通过flask当中 往外去拿 提出来一个叫做redirect的 把它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return 然后呢 return redirect的 这跟你在这个jango里面使用的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面可以去引导它跳转到哪个页面了 那我在把它这个跳转到哪个页面的这个路径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是不是要去传这个路径的 比如说这个路径的话 那咱们怎么去做呢 那一种方式的话 实际上是不可以把这个地方写死啊 写死完了 我把这个路径给你传过来 可以吧 放到这 那除了这样的方式之外的话 还有哪种方式啊 在jango里面 是不是也有一个叫做反推的东西啊 可以通过jango里面那个reverseurl来反推吧 那在flask当中也是有的 那flask当中的话怎么去反推呢 它仍然是在 我把上面前头去截下来 在flask当中的话就不叫做reverse了 在flask当中叫什么东西呢 也是在flask当中去引入一个叫做urlfault的这么一个东西 相当于通过这个urlfault能够去反推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相当于通过urlfault的方式来去反推 来去反推的时候 那你就想了 之前reverse的时候 那个地方反推的话 得传一个东西吧 传一个那个路径的名字吧 对吧 这还有印象吗 有有讲过没讲过这个东西吗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给大家去提一下呢 就相当于是说 你之前在 在你的jango里面 在这里面去写的时候 实际上订完路由列表之后的话 这个列表是前面是不是有个url啊 然后所以呢是比如说这个斜线index 然后呢对于呢是一个试图 比如说也是index的试图 然后呢在后面的话 对于每条规则是不是可以起名字啊 name等于什么东西吧 index吧 比如说把它叫做index 然后呢我在试图函数当中 如果说我现在呢 就可能去使用到re-direct 说re-direct的话 我想让它去重定向到哪呢 重定到这个斜线index的话 你一种方式可以直接去斜线index 把路径写死吧 另外的一种方式呢 是不是可以去实际上一个函数来进行反推啊 那个函数的话应该是叫做reverse 我印象当中reverseurse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函数名字 大家可以看下去查一下东西 你可以通过这个函数的方式传谁呢 我在路由列表当中 是不是给你请了名字啊 我只要把名字给你放过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把这个名字给你区分一下 比如说叫做index will 那好了我只要在这里面直接去传index will的方式呢 这个函数就会自己帮助顺着这个名字把这个路径找到 然后并且把这个路径替换到这里面来 这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 那相比而言的话 我在这个flask当中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只不过说flask里面的那个函数呢 不叫做reverse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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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e 直接把哪个适足函数传过来 那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现在要想去找的 就是斜线的这个路径 那它是谁呢 我定义的路径函数名字 不叫做index 所以我把index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放到这里面来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urfoam会去找这个适足函数 找到它 跟它保留的路径是谁 就会找到 然后呢给我去反推一下 所以现在来看一眼 解释使用urfoam的函数 通过试图函数的名字 找到试图对应的ur路径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访问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出来 然后呢我们把它去点击一下 然后呢咱们让这个地方来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之后 我回过出来 比如说我就去访问那样的一个 login的这样的一面 访问这login面的时候呢 你现在来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又给我跳转到哪了 一开始这个login吧 然后呢访问的状态码是不是302啊 302跳转 跳转到哪了 是不是就回到了127.0.1 这个路径里面来了 是不是已经去到helloplus的这个主路径里面来了 是可以通过这样方式吧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疼不疼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再去访问的时候 那你再去访问的时候 我们究竟是习惯性使用上面的东西呢 还是使用下面的东西呢 你一定要去使用下面的东西 如果你要去操纵重新跳转的话 一定尽量养成习惯 使用URL法 比如说通过函数的方式来进行反推 为什么通过函数的方式来进行反推呢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假如说我就定义了一个试图函数 叫做regester注册 然后呢注册完成之后的话 那我说了 你注册一旦完成 是不是很有可能也要去跳转到哪了 是不是我也可以把你引导到主页里面来呀 对吧 比如说把这个东西叫做app.wrote 然后呢对应的这个路径叫做regester IJSDR 给你跳转到这 跳转到这的话 那你如果我们就通通的都采用上面这种方式写死了 我采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写死没有问题 我访问这个登录的时候可以跳转 访问regester这个注册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跳转呀 但是我回过出来 哪天我发现 我说上面这个主路径所对应的这个试图函数 我访问的路径有点不太合适 我想调整了 调整的话 我给你调整的东西呢 我比如说打在家上斜线index 我把它叫在斜线index的话 那你说我回过头来 只要是利用的 调整的主页的话 我这个里面通通的话 是不是都得改代码啊 对吧 我动一个就得动前身 只要用的话都得改代码 但是你回过头来呢 如果我不再用上面的东西 使用函数反推呢 我使用这种函数反推的时候 你说我仅仅改的话 我把这个路径的名字一改掉 我底下的代码 用改吗 不用改吧 是不是相当于 我改的是那个路径 它还是通过这样 试图函数的方式 还是能够把最新的路径 给找到了 所以这是关于URL fault 或者说rewardsURL 它反推的意义所在了 所以你如果才通过后端 进行往前端控制 进行跳转 使用到路径的时候 尽量不要自己去写死 而是通过这样函数的方式 来进行反向推推 哪怕说你把这个东西 改掉之后 你现在底下的使用的代码 也不需要进行调整 这是关于这样一个东西 不需要进行调整